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焕唐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现在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主题,这个主题呢,就是四项假设性的一种思维,那么这个假设呢,是来自于那英文字,是assumption。 那这种假设呢,是我们常常认为它是真理,但是事实上它并不是,甚至呢,我们把它看成它是一个事实fact,就是让我们信以为真的,然后依据这样的一个assumption。 我们继续做这个推论,继续做推论,然后呢,会影响到我们的行为,因为影响到我们的决策,甚至影响到结果等等的。 譬如说,这个小朋友呢,一听到妈妈要带他去打针,那么他就想到一种assumption,就是打针一定会痛咯,对不对? 所以呢,这小孩子呢,就会哇哇叫,愁美苦脸的,就一直不想跟妈妈去,所以呢,就会影响到他的决策,那影响到他的行为,那可能这个病就不会很快的好,等等的。 这就是assumption。 那么,assumption的另外一个,假设的另外一个字呢,我们常常呢,用的字叫做hypothesis。 hypothesis就是一种,这我们常常换例成叫假定。 啊,然后这个呢,比较翻例成叫假设。 都是一种设想,啊,都是一种设想。 那这个假设呢,是意味着,啊,我们自己可能都没有感觉到他的存在的,这就是一种假设。 那这个假设呢,是我们刻意,啊,我们已经很清楚的。 这个是一种,啊,假想,是一种假想。啊,但是我们想来对他做检验。 我们想来对他做这个,啊,检验的。啊,检验。 我们要检验他到底是不是正确。啊,例如说,这一个法官,面对一个被告。 那这一个,啊,被告呢,啊,在法官的心中,要假定他是好人。啊,假定他是好人。 所以这是一种假定,OK。那假定他好人,啊,再来找更多的这个,啊,收集呢,更多的事实。 所以才有检察官,啊,等等的。 找更多的事实,呢,想来把他推翻掉。 把他否证,啊,把他否定掉。啊,如果呢,否定掉他不是好人, 那就会被判罪,判刑,啊,等等的。 所以呢,这个assumption是自己心中,啊,这个一直长久以来, 视为真理,或者视为一个事实的。 但是,其实并不是。 那这个是我们心中,已经知道,他不是了。 但是刻意呢,这样的一个假定。 所以呢,想来给他否证掉。想来否证掉。 OK,这种称为这样,hypothesis。 OK,好,那我们现在就,啊,进入,啊,后续的, 接下来的四项假设。 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会帮你说明什么叫做assumption。 那么,assumption到底,他的真正的概念是什么。 那之后,会介绍,这个四种,啊,这一个不一样的假设。 那刚刚有介绍过的,啊,这是第一种不自觉的这种假设。 那这样可以来放宽我们的思维,啊,我们的思维。 那么,也可以呢,在这里帮你做更多的假设,啊,的一种不自觉假设的举例。 啊,来说明什么叫做不自觉的假设。 好,在这个我们IT产业里头呢,也有很多,啊,各式各样的,这种不自觉的假设。 那我累积了十几项哦,OK。 好啦,那么,讲完了第一项之后,啊,介绍第二项就是刚刚讲的hypothesis。 第三项呢,啊,就是我们要对于这一个,啊,左脑,我们要走更多的假设。 因为我们的人的左脑呢,这个常常会想到下一步,那很难想到很多步。 但是呢,右脑呢,可以一下子想到很远。 所以呢,我们就希望能够呢,由右脑来带动这个左脑。 好,然后,告诉左脑说,我下一步已经做完了。 你先想一想,下下一步吧。 然后再告诉左脑说,那下下一步已经做完了,已经完成了。 那么下下下步是什么? 那这样子不断的引导那个左脑去支援右脑的想象。 好,那就是我们在,啊,这个产品的开发等等要成功的话, 这第三项就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咯。 OK,然后再来,啊,这个第四项呢,就想到呢,这个我们,啊,这个万一失败了怎么办? 因为第三项只要是想最终的一个成果,就是成功咯。 对不对?那想了成功之外,我们也要想失败嘛。 啊,啊,这是在想失败的,啊,可以想失败了。 然后这个是不自觉的假设,这是我们刻意来做,要去否定他的假设。 然后这是,啊,想象我们有很多事情都做完了。 那我们最后的成功结果是什么? 然后再来,万一,啊,这一个我们有什么样的,啊,情况。 万一失败了,没有达成成功。 那我们该准备些什么? 比如说准备备胎。 所以这里头就衍生出来啦。 啊,这是,啊,备胎的概念。 啊,备胎。 那备胎,那备胎又分成这个手段的备胎, 还有目的的备胎。 啊,目的的备胎。啊,这样子。 那手段的备胎就是说,啊,我今天,啊,譬如说,我今天要去做出一个产品。 那么透过这一个手段,啊,是Android。 那么以他的平台来做出一个,啊,中端的产品。 那这个是,啊,产品。 譬如说产品是一个机顶盒,对不对? 好,那么目的就是做机顶盒。 那么手段就是这一个Android咯。 啊,所以这个是产品就变成目的咯。 好,那我现在想说,我要做机顶盒。 那万一那Android的平台不适用。 那么我该怎么办?就是手段啊。 所以就会选择一个备胎。 那我今天走这一个,啊,喂吧,总可以吧? 啊,这边。 好,那这是一个手段的备胎。 好,万一,啊,这叫万一。 啊,万一我们的主胎爆胎了。 那直接,那备胎就派上用场了哦。 对不对? 那么好,再来,如果说我们的, 这一个万一呢,我们用了Android, 但是我们机顶盒呢,啊,做到一半。 啊,发现别人呢,啊,这个做得比较好。 或者是说,发现已经没有人要买机顶盒了。 所以呢,那我们该怎么办? 所以呢,我们就,啊,干脆呢,这个像小米一样, 做机顶盒,如果做得不顺的话,干脆做电视啦。 啊,做电视机啦。 ok?所以呢,就开始设想。 那万一,机顶盒没做,没做好, 那么干脆就做电视机啦。 对不对? 那所以电视机,就是机顶盒的目的备胎。 那喂吧,就是Android的手段备胎。 ok?就这样子咯。 好,现在我们就来说明这四种的,不一样的,啊,这个思维技巧。 这就是A段架构式呢,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这个思维技巧咯。 好,一开始,那我帮你来做个铺垫。 铺垫的意思就是, 就衔接到上一个单元,上一个单元谈的就是叫做这个战术来引导战略。 战术引导战略。 那要达成这个目的,我们这个架构师呢, 那就需要在这一个单元所介绍的这四种很重要的思维, 在背后来支撑,才有办法达成这个目标。 ok?所以我们在上个单元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说, 机会是一个投手,那么设计是一个捕手,对不对?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准备,才能够去捕捉到这个机会。 所以机会大多隐藏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复杂环境当中。 所以我们的架构师呢,为什么要这四种思维呢? 就是来支撑的它的一个目标,就是Living with Uncertainty。 就是我们在这个不确定性当中,我们会觉得呢,非常的安定,非常的安心。 我们觉得非常的舒服,非常的舒适,并不会觉得呢, 这个Uncertainty能让我很不舒服。 ok?那就在这个环境当中。 好,那我们要Living with Uncertainty。 那我们就必须要有这个四项的四种的思维,四种四项的这个假设性的思维。 来背后来支撑。ok?所以呢,有了这项思维,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迷雾,辨布当中的丛林里, 我们可以抓到意想不到的机会。但是,因为Uncertainty嘛,还有意料之外的陷阱。 那么如果我们基于这四项的假设,他的思维,认识的好,我们就可以捕捉到, 这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避开意料之外的陷阱。ok? 所以呢,这就是,啊,一个图啦。我们是依照这个idea,比如说要生产一个产品, 然后来设计一个产品,接下来呢,就必须准备要,啊,这个, 启动大军,啊,就来做开发的动作咯,来做开发的动作。 那在这一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啊,所以那这个,有很多的Uncertainty在这个位置。 啊,Uncertainty在这个位置。好,那包括呢,这个,啊,产品的, 这一个零件的供应链,也有很多的,这个价格啦,等等啦, 各个厂商的信用度啦,等等,还有市场的环境,都是一个不确定性。 那么,啊,做出产品之后,要卖出去,啊,价格啦,定价啦,啊,竞争对手啦, 啊,这个,啊,标准的应用啦,专利权的官司啦,等等, 都有一大堆的这个Uncertainty。 那这个Uncertainty呢,如果,啊,没有去,啊,没有觉得很OK, 那么你很可能呢,会被他搞混乱了。 啊,所以会整个团队呢,会失控,啊,氏气下降,等等啦,就掉进去陷阱里头啦哦。 那么你如果呢,在这个一个身为一个架构时呢,在这个阶段,能够呢, Living with uncertainty,那么你就可以五五四七,啊,可以让整个团队有信心,啊,可以在这个uncertain当中啦, 非常的,啊,这个,定下心来,啊,寻找这个机会,也会很敏感的避开这个陷阱。 因此呢,你的团队,就可以,迈向,成功,啊,否则的话,你就会,啊,掉进去失败啦,成为一种失败的教训咯。 OK,所以一旦你进入到丛林里头呢,大物弥漫,别人呢,啊,未曾到过的小径, 因为在未来的,啊,这三两年嘛,譬如说未来几年,就因为大家都,未来还没有来嘛, 啊,所以大家都没有去过,所以呢,充满了机会,但是呢,也因为大家都没去过,所以呢,危机四伏呢, 所以因此呢,我们架构师必须存着冷静,那怎么存着冷静呢?就是一个心态,一个心境,啊,所以呢, 我们现在在谈的,就是一种,啊,这一个架构师的,如何存着冷静,如何步步为营,如何持续投入热情,啊,更重要的, 要能够动吸,啊,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四项,假设就是提升你的动吸, 是,事实变化的能力,然后,这一个,啊,灵活的寻找这个有效的战术,所以呢, 我们就是要培育,你这一个动吸力,所以动吸力呢,就是来自呢,啊,四项。 啊,四项假设性的这个思维,的这种,啊,练习,啊,这个修练,啊, 啊,所以,来创造我们的动吸力,所以才能够观围,啊,观,观察这个细微的变化,啊, 啊,灵活的寻找这个战术,然后调整战略,啊,然后把握这个, 时间来创造这个基因,OK,那这是这个图呢,重点就是在这个位置,我们在,现在呢,我们就是要进去了,啊, 现在就是在帮你做准备,啊,你未来你有很多的项目要开发,所以你未来会进入到这个迷雾当中, 所以呢,我高老师现在这个课程呢,就在帮你做这个,啊,进入的准备动作,啊,那进入的时候,我们就必须, 要从这个复杂,啊,中找出这个设计出简单,然后再从简单中来掌握这个复杂,啊, 然后呢,我们在变化中,会有这个动吸力,可以寻找到呢,这个战术,能够在小镜里头呢,能够找到机会,而且不会掉进去陷阱, 所以呢,目标还是一样,这个找到会赢的战术,然后呢,来调整战略资源,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整个环境都是uncertainty,uncertainty呢,我们就必须要有这一个心理的素养, 能够在混沌变化之中,我们拥有这一个安定的心,living with uncertainty, 我们能够洞察,能够透过简单,来掌握简单,来操控这个复杂,我们透过这种能力, 那么来找出这个战术,来调整这个战略资源,来创造战术效益的极大化,在这个整个,我们今天的这种四种的训练,四种的思维,都是在这里帮你做准备,在进去迷雾,进去丛领之前的一种修练,OK,好,那么这四项,假设性思维呢,可以协助你,在丛领里头, 能够从简单中,掌握这个复杂,古咒复杂里头,所隐藏的机会,那么也避开了,在这个机会中,在复杂中,所隐藏的陷阱,OK, 好,那这四项的假设呢,这第一种假设,叫不自觉的假设,assumption,就是我们视以为真理,但是自己都没有感觉的, 视为是真理的,这样子,所以呢,这一个,有很多很多这些真理啦,那这些真理呢,我们就会依据这样的假设,然后去采取行动, 例如说,你相信,这会抓耗子的就是好猫,那个你视为是真理咯,那其实你只是一个假设,那你针对,这个会抓耗子的就是好猫,因此呢,你想养猫,而且想养好的猫, 所以你就会养,会去找这一个,会抓耗子的这种猫来养,OK,所以这是你的不自觉的假设,不自觉的假设,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有带这一个,有带这一个否定性的这个假设,叫hypothesis,对,那就是故意设下来的这个减验,这叫减验,OK,那这个就刚刚所及的,就是,在这一个统计学里头呢, 也常常使用这个hypothesis来做减验,那么在医生里头呢,也常常是这样的一个想法,那这个,我们在法院里头最明显啦,就是,假设犯人是无罪的, 然后,再来找事实,啊,真的,找事实来,想办法来,啊,否证他,啊,所以他的最重要特性,就是,否证,就是,依照,这个,寻找这个事实,啊,来去否证他, 然后这个完成性的假设呢,他就是要观想,就是visualize,就是,啊,把未来,那个完成的结果,的一个成功,啊,这里谈的,就是,成功的,啊,这一个结果呢,啊,把它,啊,明确的,很清晰的,很逼真的,把它,能够想象出来,啊,能够想象出来,啊,这样子,就想象这个成功, 然后,这个都要是,想象,万一失败了,那么,该准备,什么样的一个备胎,等等,所以这边是,啊,想象这个失败,啊,想象失败,啊,这样子,啊,所以呢,这个整个都是,心中的印作,啊,心中的印作,OK,所以这叫做,反思,不自觉的假设,然后呢,啊,这个假定,然后寻找,这个事实来否定,来否证, 啊,那这个是,啊,这个是,观想,啊,这个是,观想,啊,我们的成功,啊,这个是,想象,可能的失败,啊,可能的失败,OK,啊,那这个就,我们再继续来说明,啊,这个,啊, 啊,啊,内观自己反思,呢,啊,就是,内观自己,啊,就是观察,这个,啊,内心的,一种假定,啊, 啊,观察,啊,啊,内在的,一种想法,包括你的,一些设想,啊,就是,包括你的假设,啊,啊,等等, 然后,放宽自己的,啊,这一个假设,啊,就是观察自己的assumption,啊,这个步骤就观察,啊,自己的assumption,啊, 然后呢,可以达到知己,啊,那观察了三行之后,你就会放宽啦,你发现,这个打针呢,不一定会痛咯,啊, 啊,事实上,早已经有这个针头呢,让你打针是不会痛的,啊,像蚊子一样,是钉了之后,蚊子飞走了,你才会觉得痛, 哦,所以这种针头早就有啦,啊,只是法律上呢,禁止生产,因为,这会给坏人拿去用, 所以呢,这个其实,啊,这只假设啦,啊,也有一点道理啦, 对不对,但是终究,它并不是真理,所以,啊,如果小孩子发现,打针不一定会痛, 那么他就会改变他的行为咯,改变他的做法,所以呢,就可以放宽他的想象咯, 哦,OK,好,那这就是会延伸出来,放宽了之后,就会有更多的idea出来咯, 就会有,啊,对未来呢,更多的,啊,这个vision出来咯,更多的想象他的愿景咯,等等,啊, 所以就从既有的假设中,放宽出来,有更多的想法,更多的想法就会编出未来的美梦咯,叫vision,OK, 然后再来,这个假设呢,是在观察外界,啊,就是观外界的现象,啊,观外界的现象,啊, 这前面有帮你介绍过,收音思考法,就是在这个阶段是用的,啊,这个收音思考法,啊,就是, 啊,收音思考,就在这一段在应用的,OK,啊,上之前的朋友介绍过了, 就是观察外界,然后呢,寻找这个,啊,做假定,啊,第一个观察外界, 第二个呢,做假定,OK,第三个呢,做减m,啊,第三个呢,啊,就是找事实, 啊,就是找这个fight,来给他做减m,啊,就是在这个阶段有三个动作, 观察这个,啊,整个,啊,这个复杂环境的现象,啊,因为我们要进丛林嘛, 所以观察丛林啦,这个复杂的,有机会,有陷阱, 然后呢,再来做假定,啊,假定这里有机会, 那么,你不能就这样就跑进去啦,所以还必须寻找事实,来检验,啊, 啊,是不是,这是不是一个机会,也许是一个,一个陷阱的规定,啊, 所以呢,这边,就是在做观察外界的现象, 啊,然后假定,他是,啊,这个可能是,假定他是机会, 或者是假定他是陷阱,都可以,那么,你就拿事实来做减m哦, 所以再来,好,当这些做完了,有这个心境啦, 我们就开始对这个成功的结果呢,来做想象,啊, 好,来做想象,那这个,刚刚有提到过, 因为我们人的左脑呢,这一个是从,啊, 是正向的思考,啊,是正向的左脑呢,啊, 是这个正向的思考,啊,正向的思考,啊,正向的思考, 啊,是正向的思考,这个是正向的思考,OK, 那,因为正向的思考,所以呢,左脑总会想到下一步, 好,那么,我们就用右脑,来告诉这个左脑, 说这个,啊,下一步已经做完了, 那么,下下步会是什么, 所以左脑就跟着右脑,想到下下步去啦, 好,然后呢,再来,右脑又告诉左脑, 好,下下步已经做完了, 那下下下步是做什么, 所以一直推推推,推到最后呢, 就那个最终的结果就出现啦, 那这全脑并用,来观想最后的结果, 好,那这个目的呢,啊, 会来再从这个,啊,结果呢, 再反推回来,就待会再说明,OK, 好,然后再来,啊,这边是想象这个好事嘛, 那这边总是要想象这个失败, 啊,想象失败,所以这叫做预见失败, 啊,预见失败,OK, 好,那这里就是想, 刚刚就要讲,想的这个手段啦, 啊,目的啦,啊,的备胎, 手段,还有目的, 的这个备胎, 啊,手段目的的备胎,OK, 好,那我们就来帮你再做个,啊, 这一个说明,所以我这边就讲这个观察这个内在的assumption, 观察内在的假设,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那自己的目的呢,就是要放宽自己的思维,啊, 啊,因为它会把你极限制了,OK, 放宽思维呢,来产生更多的idea, 然后呢,来编织更多的美梦, 啊,这是vision, 啊,编织更多的梦想,OK, 那再来,这一个,啊, 对于外界的环境,啊, 在这个梦想呢,在这个整个大环境当中要来实现, 所以我们要观察外在,OK, 要观察外在,所以呢, 以事实来减验,啊, 来,对这个假定, 来做减验,所以呢, 啊,观察事实,OK, 啊,观察事实,啊, 然后呢,做假定, 然后再来做减验,OK, 啊,观察,应该讲的是观察现象, 啊,第一个动作, 刚刚讲的,第一个动作是,啊, 观察呢,啊, 啊,观察这个现象, 第二个动作来做假定, 第三个动作才是观察事实, 啊,来做减验,OK, 然后再,啊, 啊,接下来呢,就是想象最终的结果, 啊,想象最终的结果, 然后再来, 这边是,啊, 做手段, 目的,呃, 备胎,啊,等等, 这是刚刚,啊, 收银的,我这是帮你做个,啊, 文字上的,啊, 这个描述而已, 让你更清楚的哦, OK,好, 啊,那这里我们就来说明, 反思自己, 他不自觉的假设, 才能够离开这个碉堡, 走向原野,啊, 啊,比如说,你的碉堡,啊, 你在你的假设的,啊, 碉堡之中, 那这个碉堡呢, 比如说原来, 你住在碉堡里头, 那原来是有很多动物会来, 所以呢, 你就很多食物可以吃咯, 哦,那每天都这样过得很愉快啦, 但是,啊, 久而久之啦, 那你在不知不觉当中, 你发现啦, 这一个,啊, 其实呢, 很多动物, 因为水源啊, 等等的外在的环境的改变, 这个动物已经跑掉啦, 不用跑去远方啦, 不再来了, 但是, 你有一天, 你把你的所有的机器吃完了, 才发现没动物啦,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就是因为你生活在你不自觉的假设当中, 你假设动物都还在, 所以你就不会急着去累积更多的东西, 而只慢慢吃, OK, 但是等到你发现事实不是这样的时候, 你才感觉到被你的不自觉的假设欺骗了, OK, 因为你以为它是真理, 但是它并不是真理, OK, 那原理上呢, 所以你就要走到原理去咯, 那走到原理去的话, 原理上呢, 你没有去过, 都未曾去过的, 一个丛林, 好像对你来讲是, 满怀的机会, 但是也危机重重, 所以你必须要了解到这种你所看到的各种现象, 要去做假设, 然后再来求证, 要大胆的假设, 小心的求证, OK, 好, 接下来啦, 那么你已经走出这一个碉堡啦, 然后也开始去理解这个原理上的各种的机会咯, 那么接下来, 那你要开始做完成性的假设, 要有能力呢, 去想象最后的美好的结果, 想象美好的结果, 然后这样子可以激发这个信心, 其实这一个最重要的动作, 就是要去从这个美好的结果呢, 去, 因为美好的结果基本上, 就是来自这个和乎你的梦想, 和乎你的vision, 和乎你的vision, 所以呢, 你有了这个vision, 非常完整的vision之后, 你就可以做Mapping, 就可以做Mapping from Vision to Reality咯, 那你这个做得越好, 那么你大家会觉得呢, 这个vision跟事实呢, 是可以连成一条线的, 所以呢, 就是有实现的计划, 因此呢, 可以让大家会有信心, 说这个美好的梦想, 是会成真的, 是会成真的, 所以这一个阶段, 是架构师呢, 最重要的表现阶段, 他要能够带领这个团队, 能够呢, 去想象, 这一个美好的成果, 那么, 因为架构师呢, 有做Mapping from the Vision to the Reality, 而且做得很好, 这里头就是得出呢, 一个可实现的计划, 就是从Vision, 导致一个Reality的, 一个实现计划, 就是梦想要成真的, 的一个实现计划, 那其实这个实现计划, 就等于架构了哦, 就等于架构了, OK, 就等于架构, OK, 所以呢, 就, 大家就有信心啦, 有信心的话, 那大家就会去做啦, 不然大家信心不见了, 那这个项目就不见了, 所以在满怀性情之际, 这个架构师呢, 呃, 就是总是告诉人家, 也不要过于悲观咯, OK, 所以呢, 但是, 事实上这个讲法呢, 因为, 呃, 这一个, 呃, 就是, 呃, 这架构师呢, 有做这个万一性的假设, 所以呢, 呃, 告诉人家, 你也不要担心, 也不要太乐观, 也不要太悲观咯, 呃, 因为我帮你想好了失败, 所以呢, 大家呢, 呃, 虽然架构师是这样讲, 其实大家更有信心啦, 因为, 这一个架构师呢, 呃, 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这叫做万全的准备, 就是, 遇见了失败, 而且, 还能够放远未来, 所以呢, 我们说, 在这个环境, 变化快速, 失败是可能的, 所以呢, 我们即使呢, 我们的计划再好, 那么, 失败都是可能的, 所以, 如果能够, 遇见失败, 有这样的素养和能力, 才能够放远未来, 啊, 就大家都知道了, 才有可能捕捉到大好的机会,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再做一个总结咯, 啊, 就是, 反思的话, 就是, 去除掉, 就是理解了, 我们自己的, assumption的一种, 啊, 束缚, 啊, 因为assumption常常会绑住我们, 所以呢, 啊, 这个解开了, 这个assumption之后呢, 我们就会, 有这个idea, 有这个idea, idea之后呢, 再编织我们的美梦, ok, 我们的梦想, 我们的梦想, ok, 然后, 在这个时候, 这个梦想还是模糊的, 还是模糊的, ok, 那, 再来, 这个, 啊, 假定呢, 就是依照事实, 就based on fact, 就是我们, 开始, 啊, 对这个市场啦, 对外界啦, 这是我们针对内心的, 这针对内心的, 这就针对外界, 针对外界, 观察这个现象, 然后呢, 做假定, 然后以事实来检验, 假定它是机会, 然后来检验是不是真的, 假定它是陷阱, 检验它是不是真的, 好啦, 那这边, 啊, 有这样的一个素养之后, 啊, 啊, 这边就是, 啊, 我们之前讲的hypothesis的, 这个素养, 就可以做这个动作啦, 做的making from the vision, 啊, Vision是从这里来的, 啊, 这个时候呢, 啊, Vision, 啊, 因为这里的Vision还是模糊的, 在这里的Vision呢, 就可以看到, 这个电警被实现咯, 被实现了, 那这一个事实呢, 也是从这里的, 啊, OK, 就基于这个事实, 然后把这个, 那梦想, 对事实呢, 来做一个making, 那把它找出一条, 这是乔布斯讲的, 叫做连线, 啊, 乔布斯讲的, 叫做连线, OK, 那连线呢, 我们给它一个名字, 叫做实现计划, 叫实现计划, 那这个也又叫做architecture, 啊, 就是架构咯, 所以呢, 这边就产出一个架构咯,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刚刚有提到过, 要右脑来说服左脑, 要使, 要应用全脑并用才可以, 好啦, 那这边, 就可以让大家, 可以理解, 这个愿景呢, 是可以实现的, 啊, 因为有详细的实现计划, 所以大家对这个愿景就越来越清晰, 越来越清晰, 这叫做观想, 啊, 叫visualization, OK, 好, 那就是, 啊, 大家观想到, 带领全个整个团队, 观想到一个成功的, 美好的景象, 之后呢, 要再来, 啊, 要观想到, 这一个, 啊, 可能的失败, consequence是指不好的一个结果, 啊, 就要想到不好的结果, 啊, 该怎么办, 所以这里都会产生, 啊, 准备, 啊, 备胎咯, 啊, 叫做备胎计划, 啊, 这边叫做实现计划, 叫备胎计划, OK, 那这就是, 我们在谈的事项, 这一个, 啊, 假设性思维的一种关系, OK, 好, 那我们现在, 拿这个, 以苹果来做一个背景, 来说明一下, 让你更多的领悟, 所以呢, 这是一本杂志上, 对乔布斯, 苹果呢, 啊, 这个老板呢, 假不死的一种, 啊, 说明, 一种说明, 他对运警的领悟, 就是对这个vision, 啊, 投入极深, OK, 他擅长搜索别人, 啊, 这探索别人未到过的小径, 啊, 他是, 啊, 灵活的蛇行来推进, 这个战术, 啊, 推进这个战术, 意思就是说, 啊, 他, 啊, 非常的, 啊, 对这个vision, 啊, 掌握得很深, OK, 啊, 掌握得很深, 然后呢, 又擅长去探索, 这个小径, 啊, 这个小径呢, 是在一个模糊不清的, 啊, 一个混复杂的环境里头呢, 所以呢, 他探索, 啊, 这些小径, 就是指的是, 啊, 对这个外在环境的观察, 以及检验, 以及检验, 啊, 这就是, 啊, 属于偏向第二项的, 啊, 这一个, 啊, 假定哦, 啊, 假定, 然后减m, 去探索, OK, 然后灵活的, 去推出他的, 这个战术的线, 然后再把这个, 线串成一个战略的长线,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在做, 啊, 连线哦, 啊, 连线的意思就是, 啊, 这个在做, 啊, 啊, 开品, 啊, from, 啊, 啊, to reality的哦, 啊, to reality的哦, OK, 所以就会, 串成一个把很多这个战术的短线, 然后变成一个连线, OK, 然后蛇形的意思就是, 啊, 这一个, 啊, 蛇形呢, 就是摸石头过河咯, 摸石头过河呢, 就是我现在在这个石头上, 然后呢, 这试验看看这个石头呢, 假设, 现在在谈的这个探索跟蛇形, 啊, 它是来自这个甲定, 甲定的心理, 所以先, 啊, 这个摸石头过河哦, 我现在站在这个石头上, 然后呢, 试探, 假设这个石头是OK的, 所以一脚伸过去, 然后踏踏看, 如果不行, 这样假, 表示否定了, 他就收回来, 再换另外一个石头, OK, 那, 所以这个蛇形, 就是整个假定检验的过程, 啊, 然后呢, 他透过每一品, 啊, 这已经是第一项了哦, 啊, 这是第二项了哦, 做检验假定了, 第三项, 就把它每一品出来, 成为一条线, 成为战略的长线哦, 这就是在这一个实践当中, 啊, 在战术当中, 引导出这个概念, 啊, 因此呢, 让企业呈现爆发性的成长, 那这个是, 也得到, 那这一个我们, 啊, 从这一个苹果呢, 前所席加布设计师的书里头, 那写一本是叫至关重要的设计, 里头就, 啊, 更详细的说明, 在苹果呢, 在加布设计师的引导之下, 他们是怎么样子, 去这个, 啊, 运作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公司的, 他说, 这一个我们建立用户体验的供应链, 过程并不是来自一个草图, 他并不是在进入这个, 啊, 丛林之前并不是他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计划的路径, 这草图就是进入丛林, 啊, 并不是带了一个逸仙计划好的一个, 一个路线图, 因为其中有很多的陷阱, 有很多的障碍, 也就是迷雾里头的陷阱, 因此呢, 我们不能够依赖一个预先的一个路线图, 而应该, 啊, 而是苹果呢, 是采取呢, 针对一个高度的运景来做评估, 然后将iPad作为通往这个拥户之门, 啊, 然后这个就是手段哦, 啊, 手段啊, 然后基于这样的一个, 的理念, 然后继续保持对他的经营, 不断的去改善, 寻求更多的机会, 所以呢, 他是基于这个运景, 啊, 然后呢, 以这个是出发点, 然后开始进入丛林, 啊, 进入丛林呢, 然后开始, 啊, 这个关心丛林的一切的变化, 一切的外在环境, 等等, 不断的去寻找, 这个战术, 不断的去改善, 那然后来, 抓住更捕捉更多的机会, 所以呢, 他又说呢, 通往伟大产品的成功之道, 并不是从必定的草图做起的, 而是, 它是来自一个点子, 一个点子, 就是我们的反思的这个之后, 得到的idea, 得到idea, 啊, 跟这个vision, 开始的, 然后呢, 再来, 透过这个vision to reality, 就是可以, 就透过mapping from vision to reality, 呢, 找出一条可行的之路, 啊, 所以从这个创意的点子, 就是反思跟假定这么一出发, 就是有它的vision, 还有这个fight, 啊, 等等了, 啊, 然后, 再把它mapping下来, 啊, 得出一条可行之路, 然后呢, 持续的不断的去改进, 意思说, 这个mapping的动作, 会持续的做下去, 啊, 因为, 这个reality会变, vision也会变, 只要vision变了, 要再重新做一次, 只要是reality变了, 那么这个mapping的动作要重新做一次, 所以叫做不断的, 研发跟经营, 那么这是一个, 要用心经营的战略的过程, 就是要考虑到各种的万一性, 各种的可能性, 啊, 因此呢, 这就是, 啊, 这个苹果的一个基本的思路, 以及它的架构师, 幕后的心理的素养, 在这个相对高度的vision的引导下, 然后呢, 耐心的去不断的, 啊, 去把这个vision跟reality, 然后把它连串接, 啊, 然后呢, 把这个战术, 啊, 把它mapping出一个连线, 创建成一个战略, 所以战略呢, 并不是预先就有的一个地图, 啊, 或是一个路线图, 而是一个不断从战术中, 啊, 透过这个心境, 啊, 然后呢, 在这个复杂, 都变, 啊, uncertainty的, 这一个不确定性的丛领当中, 啊, 不断的去经营, 不断的去探索, 啊, 所得出来的一个过程, 就是苹果的战略了, 所以呢, 啊, 这个就是我们在描述的, 这样的一个, A段架构师呢, 要有这四项的思维, 的一个训练, 然后呢, 就可以让公司呢, 找到了, 这一个很多的, 啊, 意料不到的机会, 给避开了, 这一个意料之外的陷阱, OK, 然后, 因此呢, 就迈向成功, OK, 好, 我们接下来呢, 就休息一下, 我们再继续咯, 谢谢。